哇,这是这边的出租车啊 马普,大湖 八碗八,加上水冷七八糟的 从海边回来之后,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去我们找瓦打的最后一站啊 哇,这个酒店住的我红身痒痒,你知道吗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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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哎,马来西亚语,马来西亚语,不是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 这个狗狗狗怎么出在这 我也算了,不问了 刚开出来我就跟司机师傅说,我说饿了 他说你来这里吃饭 这是什么店 哇,什么味儿啊,油漆味儿 哦,我刚注意到还真是 中国食物啊,司机师傅还真没有骗我 呃,说是中餐啊 就说是从菜单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当然可能就是说 从这些小菜啊,炒菜还能 我感觉到那个中餐的文化其他都没有 我就点了一个这个,然后打开谷歌地图点了一个面条 其他的我也不会点呀,就怕 就怕那个怎么说呢,才坑 嗯,妈婆,大呼 妈婆,大呼 这个,妈婆,大呼 这个,妈婆,大呼 这是豆腐 你有照片吗 你能看到吗 他们现在正在给我找那个照片 OK,OK,OK 都说天下无难事,只怕不上网,对不对 哎呀,我也没想到这个妈婆豆腐是这样啊 都是应该是溢过来的吧 然后我看老板好像是华裔面图 但我也不想多说,不想多问了 这个地方 只要提起华人这两个字,心里沉甸甸的 开水消毒的啊 来,咱们喝一杯咖啡啊,这边的咖啡都是这样的 嗯,基本上餐厅都是这种手冲的 但是你别看这个啊,它不甜 你只要说不饭糖,它就不给你饭糖就没事 毕竟是餐馆,又不是咖啡厅 喝点热的啊呀,就不能喝两的老了,甚至不行了 歇菜了歇菜了,他们这个量很大 这个就是麻婆豆腐 他虽然给我上网找的 河边甚至就是国内那种啊 类似于就中餐那种,但他们这边应该是改良了 这倒都无所谓 我还有个菜,我的天哪 哇 尝一尝这个面 嗯 哇 这方面面可以啊 而且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菜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啊 就是北方人我一直在说 北方人可能会很适合,南方人就不一定了 嗯 嗯 嗯 OK 谢谢哦 他给我拿个酱 就是这样一种辣椒酱 嗯 试一试这个麻婆豆腐吧 完全像 怎么说呢 嗯 没吃过的口味啊 不敢不敢不敢说 另一种菜,另一种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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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我早上起来就去海边天气特别好 因为我看天气预报说 十点以后会天气去大变 你看看 哎呀 浪天啊 哇 这车永远都做得我是心惊胆战啊 好几次我都想包足口了 这边的开车真的让我有阴影了已经 嗯 这个虽然说今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在火山啊 那房间里休息一下吧 我大概是一点钟出发去看另一个火山非常出名的啊 最高一层看着不错 只是现在要送金了 哇 洗手间放水是什么鬼 哎怎么又是这样一个床 哎 ok 行李也来了 这个房间是六十多万差不多二百八人民币吧 那之所以稍微定了个好一点就是说 呃虽然住不了几个小时啊就要好好休息一下 洗个澡 昨天晚上我住那个就跟个招待所一样 两个热水都没有充电也不方便 那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呢 就靠近巴厘岛了已经 那我是住在码头附近的 我今天晚上大概一点出发去看那个火火山 还有那个蓝色火焰夜火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看完之后呢一直到早上 然后给大家看看夕阳呀什么特别美 回来之后收拾收拾呢就去码头 去巴厘岛了 好了这就简单介绍一下好吧 先看到这里给麦克斯点个小赞再好不好 谢谢 我以为他楼下是自助餐啊 这边是单点的 我还只是着急办理入住都没有仔细咋看呢 哎呦 这么快就下雨了 哦天呐 别再下 现在下没事啊 我还要去火山呢 差不多从我的酒店出发一个小时左右 就到了这个山脚底下了火山脚底下 力争火山啊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防毒面具 然后山上的硫磺特别厉害 一个是五万五万四五二二十多块钱左右吧 然后这个你自己可以准备 但是我不太建议啊 我们自己买的不太好 没必要 这个幸亏啊上来的时候穿了一个棉袄 果不其然山上还是比较冷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要来的话 记得一定带个厚一点的衣服啊 当然这个衣服我是准备不要的啊 耶 现在等一下我这个向导我们就开始上了啊 最好不要到这里不要超过两点 不要超过两点 因为什么你上去还要两个小时呢 四点差不多 看一看蓝色火焰 然后哎 看一看日出完美 那现在向导给了我一个手电筒 这些都是要上火山的 哎 走着 哇 人还不少嘞 门口刚才上的帮我们买了个票 然后这个票呢都是含在我之前交给司机的费用里面啊 3.5公里现在开始上了 这是 哇 这是 这是这边的出租车啊 Taxi Taxi OK OK 哇 这可真的有人在坐车啊 我的天哪 现在是上到山顶了 大家在戴这个防毒面具啊 现在是上到山顶了 大家在戴这个防毒面具啊 这些挑工开始就下去了 看完夜火爬到山顶 这些挑工开始就下去了 看 基本上就天亮了 哎 换一换无人机 对 переж 好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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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喊着一路是问我们坐不坐这个小车下去啊 我都上来了我还能再坐车下去吗 开玩笑 对了价格我待的时候下去告诉你们啊上下的价格都不一样 终于下来了 一定要记得啊注意注意再注意到这边最晚不能超过两点 因为你爬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你身体不太好或者说不怎么经常爬山的话 可能要两个或者两个半三个呀 所以两点或者一点十二点更早一点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是什么就说是准备东西 其实你准备一个厚一点衣服就OK了 然后口罩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如果可以的话拿个手电筒 如果没有的话这边的向导也会给你提供的 包括房东面具他也会给你提供的 至于这鞋啊一定要注意啊 给大家看一看啊 千万要记得一定是运动鞋啊 运动鞋 如果你穿平底鞋或者说不太舒服的鞋 很难受很难受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针火山之行 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应该多一些这些体验 昨天晚上我在爬的时候那一缕星河挂在星空当中 哇真的是好美啊 人嘛对不对 不要想去太多啊 只有让我自己开心了 我才能够以更开心的姿态 去做更开心的片子给大家对不对 好了记得关注订阅点赞 我是Max谢谢